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的人最多 喜欢的人最多的一项体育运动 足球非常简单 都是用脚在踢 但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大家很容易来学习 但是要把它踢好就很不容易 因为你要想踢得好 必须每天都要再坚持训练 所以你才能越踢越好 好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学习最基本的一些踢球的方式 首先我们知道踢球肯定是要用脚 所以我们怎么样用好我们自己的脚呢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课 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脚速度更快一点 让我们的脚踩得更准一点 让我们的脚踩得更准一点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会拿这个球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控球的一些技巧的学习 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要说一下 说一下我们踢球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穿什么球鞋呢 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我们都看到 扣去这里有两双足球鞋 一个呢 这里面底下是平的 还有一个呢 底下是有钉子的 那么平的这个鞋呢 就是我们在indoor的时候 在indoor的时候 indoor的情况下就可以拿来用它踢球 然后呢 带鞋钉的这个球鞋呢 就像这一只 这一只呢 就以后我们到order 到草上面去踢球呢 就要用这个 这个带钉子的呢 就会非常防滑 这个不带钉子的呢 那么对我们脚踩的地板就没有什么伤害 所以我们在家里踢球的时候呢 尽量如果有的呢 尽量要有一双足球鞋 或者以后我们喜欢踢球要坚持训练的话呢 就可以买一双 现在的情况下呢 如果大家没有球鞋的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穿袜子 但是最好底下带胶粒的 就像SkyZone发的那种袜子 很多indoor playground发的那种袜子就可以 如果没有 我建议呢 你光着脚 建议光着脚 不要穿一普通的袜子 因为穿普通的袜子会非常滑 有时候做动作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摔跤 但尽量都要有一个indoor shoes 是最好的 好 那个科技把鞋说一下 然后呢 我们科技刚才说了 我们所有的训练就会让自己的脚更灵活 更准确 因此呢 我们第一项训练叫什么呢 Chinese叫做敏捷训练 这个英文叫agility agility这种 training 就会让自己的脚更快一点 那么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需要有个道具 我们需要有东西帮我们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看一下coach现在脚底下 放的这个黄颜色和黑颜色的这一个 Chinese叫神梯 这个就是神梯 这一个呢 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无论是在沃尔玛呀 Canadian Thai呀 很多的这个卖健身的呢 都会有 所以如果有呢 买一个就很不错 这样以后可以经常会用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估计大家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 可能没有 没有怎么办呢 我们这有个很好的办法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神梯呢 家长们要去买都要15块钱到25块钱 30块钱还不加税 但是我们手里有一个呢 这么一卷很漂亮的一个tap 这个主要就是很多叔叔拿来给自己家里刷墙壁的这个tap 可以用这个tap 粘到这个地板上 做出来格子 哎呀 谁给我打了个赞啊 谢谢 好 那个用这个tap在地上粘起来呢 再多了嘛 只要2块钱你就可以粘好啊 粘出来跟coach一样的这个形状 一样的格子啊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起来了啊 ok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coach先教我们第一项啊 我们我们呢 在一般的刚刚开始的小朋友呢 我们会有有有八个动作 有十个动作要教给大家 今天我们教最简单的一些动作啊 好 今天我们要看好啊 我们这个这个line啊 我们两个镜头都能看得到 我们第一个动作呢 很简单 我们就叫它number one 这个number one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你的脚在这个每个line 你不可以踩的line啊 要踩的line的中间的空的地方 每个脚踩的这个line呢 只能踩一次 你就要走过去啊 这个我们叫number one 这是最简单的 好 后期来秀一下啊 ok 每个line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要求 我们做这个动作要求呢 是 是你的脚的脚掌着地 不是全部着地 是脚掌着地 而且呢 你的arms 就是一定要 要摆动起来啊 一定要摆动起来 对 跟着脚一定要摆动起来啊 好 后期坐一下 看一下啊 摆动起来啊 这个就是on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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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巴说的就你就知道了每个line要踩一次啊 这个有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来做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呢下来以后请家长帮忙把孩子的这个准备一下啊 有这个贴一下或者在basement啊这些地板如果是水泥的可以用粉笔画都可以啊 ok 后期再来一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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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再来一遍呢跑起来了啊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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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跑过来就可以了 ok 大家 对 coach 现在我们看的是应该看coach dave的你的第二个dave2的看你跑起来对不对 两个都可以 两个我都把镜头朝到了这个朝到了这个agility啊 好的 dave2呢 coach dave2那个那个屏幕呢大家能看到coach的全身 全身我看有些家长在那地下贴胶带啊 贴胶带啊 我看有一个有个小朋友已经家里有那个梯子了 已经有这个练这个速度的梯子也有了 所以都比较专业的 都比较专业的 行 coach你接着来 coach接着来 接着来 很好很好 好 其他小朋友如果没有的哈 没有的也请站起来好吗 那个我要点名了啊 那个 chalice 你可以站起来好吗 我们我们没有line没有关系啊 我们自己在地上慢慢跑都可以啊 啊 clair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可以把名字都改成孩子的名字啊 我们都可以活动一下啊 好 过去再来一遍啊 大家跟着 大家跟着coach follow coach everybody follow coach let's go let's go rease the arm rease the arm exactly warm up ok 对 这个呢 我们也是 可以请家长的孩子一起来坐啊 因为非常简单啊 但是呢 你们最后肯定跑不赢孩子啊 哦 那个 Jesse嘛 可能是妈妈的名字啊 那个line都已经贴好了 做得很好 Jesse做得很漂亮 这样做的对对太好了 这一个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啊 那个 coach就 coach就不再啊 我把这个拉上来的 coach就不再花时间说了啊 我们先来number two number two是什么意思呢 在每个line的前面 我们要touch两次 就两个脚 每个脚踩一次 刚才是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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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跑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好 然后看一下 把coach的 coach dabby two的 看一下啊 好 我们现在就要变成 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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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来做啊 ok pac 嘿嘿嘿 Hey �拉瑞水 envie 我已经看到了啊 这做的很好 我们现在再做一下 number two 可以吗 来 那么 就是你们 one 现在要那么 two 每一个里面跑两次啊 nice很好啊 我看到了很好啊 小凯那是小凯在做对吧 打冰球的小朋友是吗 Good job Charles 这个做得很好 还有谁呢都要跑起来啊 跑起来 OK 云贝 龙云贝是吧 龙云贝那个也很好啊 龙云贝给我看一下来 你的number two one two one two 你那是one one one了 one two one two 慢一点 好来 one two 这个 这个galaxy galaxy 太北 这个小朋友 妈妈很有创业 galaxy 太北的妈妈 地下放的 放的什么 给他摆起来的 很漂亮 对吧 张爱舞来了 对 大家都很给力 都很给力 非常好 非常好 好了 那个 number one number two 做的都很容易 我们现在来教 number four 有的 有的 会说 coach为什么不做 number three number three 有一点点难 我们先做 number four 好 coach再讲一遍 刚才我们学的是 number one 就是on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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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wo 就是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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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学 number four number four 是什么呢 是inside two outside two 就是inside one two 然后呢 three 要到line的外面去了 three four 然后你再up 再往前走 one two three four 然后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好 coach来演示一下 好 我们把镜头再拉下来 这个气感好像特别亮 远一点 ok ok 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这个动作就是inside two one two three three four 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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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wo three four 这样子的 好 大家看清楚了没有啊 wonderful 这个小家伙是谁啊 家里头有露的有冰球 就做得特别棒啊 对于一看就知道这个 前都练过啊 ok nice wonderful 很好 太棒了啊 好 我看看还有哪个小朋友啊 chales 去来看看 来 go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wonderful啊 chales good job 很好啊 ok 云贝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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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iPad 20795 教练能看到吗 对这个小伙子 你好厉害 对我看到了他很棒 他好厉害的速度很快速度很快 对 administrator 对 对 加油加油加油 好所以呢 这个agility这些这些敏捷训练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光看 没有用啊光看没有用 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啊 我们太多的孩子五岁的六岁的刚刚来的两个脚很笨 但是呢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的脚会变得非常的灵活啊 非常的轴非常的快啊这点特别重要啊 那这个稍微吧 ok 很好啊那个 Jesse Mar估计是妈妈的名字啊他这个我看到了这小朋友做的做的非常好 呃大家一定要记住记住一点啊 大家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人在比赛 你不要说我的速度一定要特别快 no 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第一你必须要做对 把这点coach一定要强制 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对 你要one two three four 慢一点 刚刚开始我们走路都不要紧 但是不要快 越快你脚底下越是乱 你越是着急 就慢一点 Jesse Mar估计这个孩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做的非常好 他做的很慢 但是呢他是做对了 先要做对 然后才可以做快 不要上来我就要快对不对 然后做快了就要摔跤了啊 ok 好吗 先看好 对 可以再来一遍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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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也很好啊 龙云背也很好啊 对 大家再来一遍啊 不要着急 ok 好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我们再往前走一格啊 跨着跑啊 跨着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太太容易 慢一点啊 对妈妈上来对 哎呦妈妈厉害了 哈哈哈 妈厉害了 手里还端个东西啊 很好啊 很好啊 很好 很好 ok 那个 好 就大家都要动起来啊 Charles Charles Xiu Wonderful 妈妈做得很好 小朋友啊 Charles Xiu 要把arms要摆起来啊 手臂一定要摆起来 ok 手臂一定要摆起来啊 手 注意啊 你们的手和脚一定要 这个我们叫协调性 你一定要摆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要养成 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以后呢 你们在学校跑步的时候 记住后续给你们的建议啊 在学校跑步的时候 你在比赛的时候 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跑得很快 你已经坚持不住了 要被他追到了 或者说你要去追到他的时候 你腿抬不起来了 怎么办 不要管腿 你就把手摆起来 你的腿会跟上去的 好吗 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说 他们是在一起的啊 我们在抬腿的时候 这个手一定要摆 好不好 最后这个手 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脚 ok 大家可以把 记住啊 现在开始 从number one 从这边跑过去 number two 再跑回来 number four 再跑过去 我们可以try一下 把三个都连在一起 好吗 来try一下啊 我刚才看到很多小朋友 做得非常棒 ok 教练要不你再示范一遍 一二四 你再示范一遍 连起来 连起来啊 好 你再示范一遍 过去跑一遍啊 好 我们两个镜头都能看得到啊 这边没有阳光 好 好 跑的时候 自己嘴巴里可以叫一下 ah 回过去 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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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ne two 3 1 2 3 1 2 3 1 2 3 OK 好 扣起这个就跑完了 扣起辛苦了 扣起这个辛苦 来 大家来 好 大家来 爸爸妈妈都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 OK 我看一下谁做得特别好 好 扣起这个放上去 2做好了 Wonderful Candy的那个camera表现出来非常好 哇 这个更厉害 我做了一个我们No.7的动作 非常好 这个龙妈妈很厉害 对 龙妈妈带两个小朋友在做 非常好 Clear的儿子 Good job Claire 你也做得很好 小帅哥 好 来 龙云贝呢 龙云贝来try一下 龙云贝做得很好 妈妈 很好 Good job Andrew 很好 龙云贝是姐姐也来做了 很好 妈妈带两个小朋友做太好了 Charles徐来坐坐 我看一下 这个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你在教妈妈 教你妈妈在做 你的那个冰球 这个会了以后就可以叫妈妈 要妈妈一起来做 他很厉害 他那个Hockey 你看是打Hockey的 他的步伐很快 对 然后手要跟上 这弟弟也很好 哇 弟弟的mine 不可以踩 脚要踩得准 脚要踩得准 Charles徐再来 很好Charles Candy那边 对 Candy是妈妈那边 好的很好 好 OK 很好 好 我们下一个教练 很好 很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敏捷训练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教了非常简单的 No.1 2 和4 我们明天再会 下一次 星期二吧 我们再来教会 稍微 有一点点难的 No.3 No.3 No.5 我们会慢慢一点点教 好 Soccer就是要带球的 下面我们来进行 有球的训练 大家把球拿出来 孩子们终于可以把球拿出来了 把你们的 心爱的小足球拿起来 好 把球都拿出来 OK 好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足球一样吗 不一样 他们两个足球呢 长得不一样 大小也不一样 所以呢 扣起要说一下 下次你们记住 我们小朋友踢的球叫什么 它叫size 4 4号球 4号球 4号球就是 我们小朋友 从8岁拿来踢球 一直踢到12 12岁 然后呢12岁之后 我们就要用这个大一点的球 这个大一点的球呢 就是No.5 所以 爸爸妈妈给小朋友买礼物 买的球做礼物的时候 都要买size 4 size 5 买size 4 买size 4 买size 4 这时候呢 后期的问题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我们踢球中 用哪里踢呢 用脚到哪里踢呢 好 我们把拿个鞋子来看 一个球鞋 用哪里踢球 很多人呢 拿脚尖踢 拿这个脚尖踢 咚咚咚咚 去踢球 没有问题 是可以的 但是呢 脚尖踢球呢 他会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 一个呢 他的方向很难踢 因为脚尖是很尖的一个地方 用脚尖的地方 要踢得准比较难 第二个呢 就是他踢球呢 速度会非常快 有时候快到你的partner 你的teammate 都没有办法去 把这个球停下来 所以呢 我们踢球的时候 最多用哪里踢呢 很多的地方 我们用脚的脚弓 我们叫做 扣球叫insight insight 用insight去 去来去control 去来踢这个球 我们还会用哪里呢 用脚背 用脚背去踢球 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对不对 还有用什么地方呢 用脚的outside 脚外侧 脚外侧 它的盘带 和它的射门 都会有 meeting的一种line 这种线路 能够造成线路非常好 还有哪里可以踢球呢 我们在control这个球的时候呢 这个脚底也是可以用来control 它不一定能踢 但是呢 它能停球 能拉球 这个非常好 还有哪里可以踢呢 我们还没有说过的 脚后跟 脚后跟这里也可以去踢球 都可以 那么最重要的 对于踢球来讲 最重要的是哪个partner insight insight 所以我们今天 先来练习 用insight来踢球 insight control insight control是怎么踢呢 就是我们要把球 用insight 用insight去踢球的centre 把球 踏刺给自己的另外一个脚 另外一个脚 用insight再踢过来 one two one two 就这样子 ok 好我们把镜头拉下来一点 我们来看 用insight来踢球 ok 用insight来踢球就是要 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insight one two one two 好 好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呢 两个脚不要像图线 这样直的站不够好 要弯下来 要弯下来 我看看 在这里填那一边 这两个脚要弯下来 不要这样子 no 这不可以 要弯下来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有时候踢的时候 哎 球跑了 我们呢 用脚把它踩住 踩回来 所以呢 我们在刚才agility的这个上面呢 我们可以 如果地上贴的taps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taps 比如说这个taps的时候呢 我们在地上放一个line ok 把这个球control the line上面 insight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koshi之前说过 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 koshi说过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动作做得对 而不是快 一定要把动作做得对 所以我们刚开始走路都可以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慢慢你做得快了 你觉得easy了 看那个球control the line上面 没有问题 ok 就可以再快一点 你就可以再快一点 你就可以再快一点 就是越做越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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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guys 来 那个练习一下 酷去看一下 好 来go 来开始 insight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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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要把那个球要放在自己的 自己的 body 自己的身体的下面 要放离身体太远了 太远了 你往前面去进就很难 放在身体上面 放在自己的 body的 下面 好 看看小朋友啊 大家继续做 大家继续做 coach 让coach 看你们的动作 可以点评一下 大家还是有那个hockey 背景 这个哥哥 admitrator 这个哥哥 绝对是练过很久的教练 我看看 对 好 继续 来继续 继续让教练看一下 对 好了 很好 你看他已经能跑起来了 对 很好 Jesse Mah 也可以 很好 对 Jesse Mah 那个 不要着急 你要把球踩住 不要拿手 好 偷去再讲一遍 因为Sorker 他就是要用这个 这个光线 这个光线 太厉害了 看看能不能调暗一点 Jesse Mah 的儿子 Jesse Mah 的儿子 小朋友 不要用手 尽量不要用手 Don't use your hand Everybody use your feet Use your two feet and you side 如果要跑了怎么办 用脚底踩住 用脚底踩住 yeah never use your hand never use your hand you don't want a handball right no handball 你都要去拿手 球衣走掉 哎 就把他踩过来 回来了 把他拉回来 好吗 然后多一点的练习 然后你肯定就会越踢越好了 如果每一次都要拿手 你的手会越来越灵活了 OK 再看一下 大家再来 大家继续 大家继续 龙云贝 龙云贝那边继续 Clear GG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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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 sabia 很 yes wonderful nail很好 clear再往后面退一下 我看不到你了 yes great很好 one two one two ok很好 ok guys hold on 停一下 coach再讲一遍 有时候我们在踢球的时候 为什么球蹦蹦蹦跑掉了 跑掉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们这个球在body的下面 在下面我们用脚的inside touch到board middle的这个part 所以这个球呢它也会过来 都会在middle 但是如果球跑出去一点点呢 我们球踢到前面 踢到鞋到前面去了 我们没有用这个inside middle的地方踢 跑到前面去 球可能就越跑越远了 所以我们要踢得起 多一点的练习 OK E4 R R S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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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镜头调下来 用脚的前掌踩住球 拉过来踩住 力气不要太大 拉过来踩住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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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把它拉过来踩住 拉过来 2 1 2 OK 这样的可以啊 也就是说呢 coach说过 coach说过 soccer play soccer的人特别多 为什么因为非常的easy 对不对我们长两个脚就可以踢 但是呢你要把踢得好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 要training 要practice 要more and more 对不对 你一次是不够的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我不要去踢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想把球踢得好 一定要多一点的训练 好不好 那训练的时候我们说 哎呀很boring yes number one 很boring 你要try number two 对不对 我们try第二个动作 好不好 今天coach呢教了这两个动作呢 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自己练 后期还有说这两个动作 之所以这两个动作 先让大家学 就是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啊 把这两个动作一定要学会 学会了以后呢 你们在学校里踢球的时候 就发现哎我要把这个两个用起来很厉害啊 一个呢 number one 就是control number two 是什么呢 是拉球啊 这个去特别在跟很多人一起在抢球的时候 number two 就从很远的球 把球拉到自己这里来 对不对 非常重要啊 来 guys 来我们站起来继续练习好吗 啊 就是one number one one two one two one one t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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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觉得练习的不错了 回去说什么 我们就可以跑了啊 one t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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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很好啊 这个ttt都快有点要摔跤了啊 很好 这就说明什么呢 我说明我们脚部的力量啊 还没有那么强大 对不对 我们的平衡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要多一点的练习 才可以越来越好啊 大家有问题吗 any questions guys anybody have any questions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如果Soccer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举手好吗 举手来提问啊 大家有问题现在两个动作最基本的动作 可以ask coach什么问题 或者想看coach表演一个颠球也可以举手 哈哈哈哈 要颠纸巾吗 什么都可以颠哈 这个 以后我们会慢慢讲到颠球的时候 我们很多东西可以颠 啊 我们都最近都看过了 我们可以拿 这个纸巾 是不是啊 洗手间的纸巾可以拿来颠 还有什么呢 Baseball也可以拿来颠 啊 还有无聊的人呢 拿球鞋也可以颠 对不对 Soccer shoes也可以拿来颠 还有什么呢 Orange Apple 我天呐这颠的太多了 coach不可以再说了啊 家里的东西拿来提了啊 OK 颠的好以后慢慢有球感了以后 再来再来玩这些啊 没有球感乱踢 就把家里的花瓶啊都给打碎了 对不对 啊 很好啊 coach要不第一节课我们的这个第一节课刚才那 要不你总结一下我们第一节课教的几个知识点 OK 好 然后再就是下节课的作业 然后还有作业 终了啊 coach呢再总结一下 我们呢 每次上课呢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敏捷训练 要靠两个脚要怎么这么快 对不对 agility 要快 这个呢我们今天教过了三个动作 第一个 number one 就是one two one two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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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跑 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每一个line上面他会有one two 两个脚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两个脚对不对 然后然后然后学的呢 number four number four number four就是one two three four 再往上up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这个是agility 敏捷训练 让你的脚更快更准 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有control with the ball ball control的这个形式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今天教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两个脚的inside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去control 那么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 用脚的前掌拉住球 one 给到这边这边拿住球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one two 这两个呢 agility 三个动作非常简单 在家里让爸爸妈妈跟你一起玩 这个我们多做一点 爸爸妈妈就就就就他都不会对不对 我们小朋友可以教爸爸妈妈是吧 你说I'm a coach too 这个 要coach你们教你们怎么去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第二个呢 这个control的呢 也要多点的练习 所有的练习coach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 不要快 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 然后再快 不要说啊 我现在就要很快 对不对 你现在快不了 要慢慢来 然后就越来越快 好吗 然后到下一节课呢 我们还会多教一点啊 下节课我们 会有agility的 no.3 agility的no.5 no.6 我们都会教啊 就是no.3 会难一点 然后下一节课呢 我们还会教什么呢 我会教一些步法啊 就是 这个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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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法 一些球在那里 不要touch的球啊 就像雷达到一起啊 做一些seether 做一些seether的动作啊 刚刚开始做会挺难的 但是呢 做的越多 练的越多 我们就会踢球 越好 好吗 guys 今天就到这里了 教练等一下教练 教练大家有问题 大家有问题 等一下教练 但是我先给教练 今天在问问题 刚才一个龙云背的妈妈 还有Harvey问题 刚才大家就是unmute 问问题之前啊 问问之前 那个 我在教练 有作业 给大家孩子们和家长 布置一下作业 到下周二之前 我们下次课 你的作业是什么 是我现在说吗 你现在先布这个作业吧 布置一下作业 我的作业就是 第一个 三个 这个三个动作 要熟练 要把这个做起来 然后呢 第二个作业呢 就是用这个 这个number one的这种 control 这个练习 要把它做好 好吧 这个 大家多多练 最少这到下周二 下周课 来了以后 我会让大家秀一下 秀一下你这个 做的好不好啊 对不对 我们就好继续 继续往下去教了 特别是要记住 agility的number three 会比较难 如果你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four 老师踩到line上面 踩到line上面 是不对啊 老师touch到line上面 可能number three 就有一点点难了 要多一点的练习好吗 是的 所以教练 所以Dev教练 孩子们和家长们 下周二四点钟 同一时间的时候呢 Dev教练会来抽查大家 来把作业看看有没有回去 每天都在练习 小凯啊 Charles啊 Claire这边 每天都要去练习这些动作 下周可以回来给教练汇报 OK 那现在大家要问几个问题 龙妈妈那边龙云贝 有什么问题吗 你可以unmute unmute问问题 对他正在教练他正在龙 哎你好 我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挺好的 我没有问题 还好吗 你也反馈见也很好 你也挺好的 就是对 孩子喜欢 hello hello 那个龙云贝啊 coach要表扬你 今天你做得非常认真 coach要表扬的是谁呢 有Charles 有Charles 有认真 有妈妈是Emmi正的孩子 这个拿了一个很漂亮的 然后Nail 我都知道了 Nail的有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下节课要学的 Ceaser的一个动作 非常好 妈妈是Claire的这个孩子 这个帅哥 练习的也很good job 练得练得很好啊 练得练得很好啊 Jesse Ma 妈妈是Jesse Ma 练习的练习的 今天练习很认真啊 good job 要表扬你一下啊 然后 Adminster 那个派的这个 sorry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Admin Twitter Admin Twitter 叫什么名字 Gavin Gavin you definitely play soccer You play soccer right You play soccer right Yeah I saw you also play soccer in the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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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啊 太棒了啊 Good job Good job 大家继续好好练习哈 等到我们可以到欧洲 地球的时候呢 拜拜 出去的游比赛的时候 我会请你们来一起 一起 好吗 Gavin Gavin 还有大家 大家 大家在我们下课之前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想看看我们的 专业的对付教练 颠球的 大家举手 想看教练颠球的举手 好 如果想看教练的滑球 如果想看教练的 ball 他想看教练的招练 拖拖 拍手 好的 哎 Let's do a gas game 我试一下 大家猜 教练等一下 教练等一下 大家猜 你猜教练能盖多好个 他猜教练能盖多好个 第二个 大家猜 哈哈哈哈 ok 来 大家给教练一起数着 一数 看能颠多少个啊 ready 教练 ready 3 3 2 1 1 2 3 5 6 7 8 教练 教练厉害不厉害 教练厉害不厉害 教练厉害吗 教练厉害吗 不够厉害 你们将来想和教练 越听越好了 对啊 对啊 你们想和教练一样 you want to play soccer as a coach David 我们就要多练习exercise ok 就会教练一样 好 那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啊 我给大家简单一说各位家长啊 我们就是预告一下 刚才也听到了 那我们感谢David教练之前呢 David Soccer我们准备的这个公益课呢 下一节课是下周二的四点钟 对不对教练 对 对 下周二四点钟 同一个zoom 给爸爸妈妈说 Claire给妈妈说 还有Kat Gavin 下周二的课程呢 会难度更高 教练会加更多的 跑那个神踢的动作 会更快 还有更多的运球 控球的一些步伐 所以你们喜欢呢 就下周二的四点钟 同时呢 像那个小凯的妈妈 我的邻居啊 这些朋友们 Claire 还有Gavin 可以让你的朋友同学 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上我们这个 这个Mentors 我们这个class 一起来学soccer OK 那 那再一点就是 各位家长啊 各位parent 明天呢 David教练就给我一下时间啊 David教练 明天呢 明天我们一点钟 是街舞 是男孩子 是男孩子女孩都可以的 Hip Hop Hip Hop的街舞 这个 这个 大家喜欢学 到时候在我们群里 会发出来 周日一点钟呢 是我们的羽毛球 是Bammington 大家可以关注 下周二是Soccer David教练Soccer 还有我们的篮球 所以大家在群里 来在群里面 关注我们的 最后课的信息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 鼓掌来感谢 感谢和再见 给我们 David教练 谢谢教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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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真棒 下周见 下周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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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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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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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周末愉快 получить 锅